Hello 大家好 吉祥如意 那时候 我们做的 这个2020 蛇字校讲座 录制的这个视频 从 那个 属老鼠开始 到蛇 到 马那个位置呢 出现了一点 小状况 就是 他的那个视频啊 不懂为什么 一直没有办法上载 那个又不可以把他 就是 出了一点小状况 所以他那边一直断 所以没有办法 今天在这个公司 晚上 大家都已经开始在睡觉 就再一次 录制这个 12生肖 从马开始 就录马 羊 猴 鸡 狗 还有猪 这六个 最后的 12个生肖 现在在这边呢 就好像在跟 好多的好多的 朋友 因为 那天那个讲座 是很多人 大家都近距离 非常精彩 那现在 自己一个人录制这个视频 那重点是给 我们的这个 也是风水的大家的顾客朋友啊 这个 收看我们的视频啊 非常支持我们的 都让你了解 2020年 你们12生肖 急心修心 到底怎么样的会 帮助你 什么东西 要小心 要注意 这个才最重要 那应该要怎么样做 才能在这一年 顺顺利利 可能说 冯修化节 第一首先啊 这个视频 就是从马开始 然后我们就 连接下去 继续下一个 羊啊 猴啊 鸡啊 这个 就说到 猪 那么 属马的朋友 进入2020 跟此年 首先 没有急心相助 四颗凶星 在这边 四颗凶星 我们来关注 数码的三个 出生的年 1954 1966 还有2014 这三个 出生的年份 首先1954年跟1966年 因为年龄 开始比较大 我们说1954 60多岁 大概 应该是已经有些已经半退休了 或者有些已经退休了 那么 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这三个出生的年为天克地冲 稍微运势偏弱 在家的变动变化口舌 当然自然 也会比较多 所以这三个出生的年 一定要非常关注 相反的 1978 1990 还有2002年的 他们还好 他们还好 那么这个数码的朋友 今年叫做 犯太岁的年 所谓 冲太岁 虽然你没有基金当注你 但是 如果你的八字里面 这个 2020 2020年是一个水年吗 能把你八字里面的那些 厄运 火运 冲冲掉 反 反而这年这个冲 对你非常有利 所以我建议数码的朋友今年 看一下八字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这个冲到底对你好不好 所以有变化的时候呢 如果你因为听十二声孝及 心胸心 你觉得 整年都好像听人家说 数码 糟糕 太糟糕了 如果你觉得都太糟糕的话 我和你说 有可能你八字是好的 那你措施良机 措施的这个变化 导致你 失去很多很多的机会 那要下一次再遇到这样 等六十年 所以我会建议数码的朋友 今年 看一下八字 如果你是外国的朋友 你外国有一些 有些师傅可以帮你看八字 你也可以找他们 但当然那个马来西亚 台湾 香港的朋友 现在我们科技非常好 已经有外国的顾客 问我帮他们批算八字 我都是录制下来 然后我们上载 或者email过去给他们 这个是给外国的朋友 那么本地的话 最好是什么 来到我们公司 我们 one to one 这样子比较好 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应该当下问 这个是非常好的 熟马的朋友 建议今年 看一下八字 那么第二 因为犯报太税 当然 一定要拜太税 熟马的朋友 切记 不要偷懒 办一下太税 这一年请一份这个太税金 这个太税金一分是18块 请一份太税金让我为你 烧上这个太税金 请求 这年太税 庇佑你 出入平安 顺顺利利 因为 很多的这个 庙堂 他们会在 新年的 初三 初四 就开始为大家 拜太税 但是因为我们 依照节气 所以我们会过了 立春后 就是过了立春 正式的 庚子年 这个 太税 就 上润 那么如果我们在 初三 初四 拜太税 我们还在拜这个 几亥年 2019年的这个 太税 所以希望大家 了解这个 要拜太税 过了立春 还要再拜 当然 当然 你可以去庙 初三初四 再拜 拜 这个是习俗 但如果 立春后 一定要拜 一定要拜 我们来看他有 这一颗雄心 叫税破 太税 破 太税搞破坏 所以对 属马的朋友 这一年 如果你是属于 做生意的 投资 非常不利 生意 切记 不能扩大 不要说好像 感觉 可以 然后把生意 做得非常大 这一年这个 税破坏 会让你的投资 很容易 走下坡 好像这个股票 是往下走 那么那些 喜欢买马票 有没有 今年就 不要买 要就买 买小小 买开心 就好 但是不要期望 应该是 比较难一点 比较难一点 就算是得到了 给你种了 某些地方要你耗出去 因为属马的朋友 今天 犯了税破以外 黑科 大耗雄心 大 耗 所以 属马的朋友 又同时 冲泰税 大致上 10只马 有6只7只 可能家中 会有变化 会有变 变动 可能说 动土啊 装修啊 搬家之下 所以又犯到太岁 又没有急心相助 又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 建议 如果真的要动土 真的要搬家 选个 吉日 这样子才可以保证 安全 整年顺顺利利 别用到那个 那个日 对你不利 又是 又是 我们所谓的说 非常凶的日子 你去 油漆 动土 拆东西 自己 给自己 头痛麻烦 所以 数码的朋友 大号星 如果你打算 要装修 建议 花大钱去装修 是好的 大号星 就是说 你在这一个年份里面 你会花 比较大 树木的 这个财 小树木的 你可能会 不要花 集中那些小树木 不花生生生生生生 一花花大财 所以 你如果做销售的 你有顾客是数码的 不要卖它便宜的 卖它贵一点的东西 反而有效 因为他要花大钱 所以 这个大号凶星 虽然是一个凶星 所以 你花大钱 只要你 谨慎 然后 将这个钱 花在对的地方 比如洞土是对的 把这个居家风水做得好 比如 拿这个大钱去 买屋子 这个是好 还保险 这个好 买金来收 这些都是好的象征 因为钱 花出去 但 你得到的是 物质 assets 你的 你的这个价值 还在 所以 属马的朋友 花钱在这年呢 必须要非常谨慎 但你如果没有去筹备好 那你这个财花出去 将会是 真的是非常大 所以 建议 现在就开始 去计划一下 这一年里面 你想用你的钱 来做什么 那么下一个凶星 叫天哭 天 都为你哭 所以 属马的朋友 这一年 第一个条件 就是 你 不能 哭 不然天 也要为你哭 所以那些属马的 韩剧不要看 悲伤的剧不要看 三 事不要去 不然很容易怎么样 哭啊 所以 参加多一点喜事 游喜 免灾 游喜 就什么 可以化解这个天哭了 所以你不要去启动你的天哭凶星 很简单的 就是 不要哭 参加多一点喜事 你可以每个月参加一个喜事 你整年就顺利 每个月参加一个喜事啊 整年就顺利了 化解很多灾嘛 就没有事情了 那 但如果说 没有这么多是不是 一年 上半年 一个 下半年 一个 如果不可以的话 一年都要一个 这样就所谓 有喜别哭啊 无喜啊 没有喜事啊 叫提防啊 口舌啊 病痛啊 所以那个19541966的 健康因为天哭容易出现问题 还有栽杀胸心 栽杀 栽 有栽的地方 不要去 属马的五行偏于火 属老鼠的今年为水 水来冲火水势力量又大 所以给 给那些属马的不要去参加那种水上活动 想潜水的今年可以不要去不要去 有海啸的地方可以避免去那些国家 就避免去那些国家以免受到这个灾上影响 今年的这个地球受到了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太阳系统啊 银河系统的影响 地球的这个辐射能量 非常大 所以 可以的话建议带这个 黑电器石 给属马的 带这个黑电器石 非常好 这不是黑钥石啊 这是黑电器 带这个黑电器 一定要带在 不是左手 带在右手 带在你的右手 因为左手是我们吸收的能量 右手是排出去的 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会 接收很多的一些 我们所谓的紫外线 辐射的能量 那么黑电器 是用来帮我们吸收 排出去 所以你要买黑电器啊 我们的每个黑电器手链都有进化 进化了 然后让大家带的时候 是干净 没有那些 所谓的说 辐射的能量 负面的能量都不会有 所以属马的朋友建议 带这个黑电器石 帮助自己的健康 把一些辐射能量排出去 这样对自己身体也会好 所以地震的地方也不要去 因为灾的地方就要避免 所以 灾煞同时象征了 意外之灾容易发生在你的身上 所以 1954 1966 如果你在家经常有那种 我们所谓的说 煮饭呢 那必须 小心的去处理 不要说 做事 很赶 然后等下意外就会发生 所以要被非常非常非常小心 数码的朋友 通常今年里面 我都一定要建议你们 最少可以的话 点这个消灾灯 不然 可以的话 可以的话能力允许你 OK 消灾灯 黄财神灯 一起点 黄财神 不是为了要给你钱 那是因为 受到了这个税货 大后的影响 点上黄财神灯 希望黄财神 在这一年里面 给你智慧 让你有智慧去用财 有智慧去取财 取到人世间的财富 首先说一下 数码的朋友因为没有什么急性相助 今年要做三件事 供养 佛 法 身 供养佛是什么 所以叫你们点灯 点灯如等于供养佛 在一个环境里面点灯 你可以在我们这边点 在我们这边点非常好 为什么我这边点很好 因为这边点我可以天天 做完功课都会向给你所有 点灯的朋友 你想一下 如果你每天都有人在后面为你祈福 希望你更好 那你 这一个点灯 顾抄所谓 顾抄所谓 当然 如果我们点了 你不能在别的庙里 封门 因为 点灯的封门是 你个人 自己 封门 然后 因为 你不能 封门 封门 你不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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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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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 封 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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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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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封门 封门 阳 本节节目中文字幕是最终的 但是要去参加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叫供养法 法传法 自己要念自己要念这是最重要 供养生生日生人 所以每年里面对于数码基督年 一定要去供养生人 怎么供养呢 以前的就是买衣服 买背给他们 新年一年穿新的鞋 但今时今日 很容易啊 你可以的话你放个红包 放点鞋包一个红包 给来个师傅 供养生个人 做者就是说 买点吃的 按回去吃都可以 如果路边看到有生人 可以 师傅呢 下一条 你知道吗 梅端端说到 他们是不会将梅端端拿的 你要有一个用意 像供养而已 去尿这种之类的 都可以 那直接供养那个生 而不是去尿捐钱 不一样啊 不一样 所以这一年给 熟马的记得 可以的话 真的 点黄茶几根 特别消灯的 自由 非常健康 你要做生命 通过要顺势 那些 多生命 更多用了 七八的 那不建议 那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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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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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可以有这个智慧 那 看上去 才用周转 就比较顺利 那你也可以 稍多 成熟 OK 你这个三次 才用周转顺利 贵人鸡 没有鸡心 就要靠贵人相助 没有鸡心 你就要靠贵人相助 所以说一下 马的朋友 2020年 一定要跟属羊的朋友 道经济 报经济 因为属羊啊 非常的好 非常好 所以属马的朋友 你身边如果有属羊的朋友 每天都要看到他们 叫他 嗨 叫一下 他跟你嗨 你就顺了 你就黑了 懂吗 OK 这个是 属马的朋友 跟我们请这个小鸡 带在身上 这点呢 希望栽杀 不要影响到 带一个小鸡 防护自己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运气 整天才会顺利 你要知道 你越特别的运 运气 就会越照顾你 OK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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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